大家好,这里是群星会,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明星们因为需要跑通告,常常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 久而久之,他们的身体便会出现异常 不仅他们自己感到痛苦,粉丝们也会对他们感到心疼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便是台语金曲歌王翁立友的故事 翁立友近年来身体状况频频亮起红灯 在2022年4月开直播和粉丝互动时 他被发现,左眼和脸部不时抽动 这才自曝长期受肝炎症所固 翁立友在长达43分钟的直播中不停眨眼 左眼和脸部又不时抽动,引发大批歌迷的担忧 原来他自小就有肝炎症,而且是天生的 十几岁时到彰化一间眼科就医 当时他询问医师是否有办法改善 没想到一试一句,你这是绝症,让他吓傻 这也导致他常年都得准备人工泪液和眼药水 不能太过疲惫 他无奈地说,我就是最不适合走演艺圈的身体 我实在不适合,偏偏又让我走演艺界 他认为自己身体不好,不该进娱乐圈 翁立友透露,尽管得了感染症后这几年 病情都比较稳定 但症状一发作,他就十分困扰痛苦 事实上,除了感染症外 翁立友日前也曾表示 自己的鼻腔微血管脆弱,经常流鼻血 例如空气突然冷,突然热,就会产生刺激 他刚开始走红时,商演太多 经常在外面各种跑行程 坐飞机时的干冷空调让他很难受 因此他一直以来都会准备口罩 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 都靠戴口罩保持室温的空气 连开车都必须佩戴 因为突然的冷热空气都会导致他流鼻血 2022年5月9日,翁立友喜迎47岁生日 他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曝光了自己的生日愿望 许愿疫情快快退散 还给我们过去安居乐业的日常生活 唱片公司豪迹透露 因为先前演急的报道 还有厂商找上翁立友代言 称目前有三四家厂商送保健食品给他试用 甚至有很多歌迷提供片方给他 让翁立友倍感握心 他也强调自己会多多休息 随时注意眼睛的状况 由于之前本土疫情延烧 翁立友提及有不少安排好的活动 都因疫情关系延后或取消 让他无奈地表示日子过得比以往艰辛 但也希望经过这次疫情能让大家有所启发 像是赚的钱要好好存下来应用 毕竟天有不错风云 至于歌迷敲碗许久的演唱会 他去年过46岁生日时 公司曾透露正申请小巨蛋档期 预计今年有望二度供蛋 当时他很开心地表示 很期待再次迎接挑战 也对粉丝感到抱歉 一等就是四年之久 不过如今疫情依旧堪忧 他表示得等疫情趋缓再办 毕竟还是要优先顾及所有人的健康 2021年11月 翁立友和朋友一起登山时 因为道路太滑 不慎跌倒 伤到腰和背 连上下床都举步维艰 也无法久战 不过为了公益事业 翁立友尽管身体受伤 但还是坚持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和龙千玉 孔枪 孟静儿等好友 一起为公益发声开唱 前往高雄出席台湾爱与希望 国际关怀协会爱心晚会 参加意卖募捐 据iTJ报道 翁立友在台上带来一连串经典歌曲 坚持我问天 还应粉丝点歌继续现唱 黄昏的故乡及手中情 太久没见到粉丝们 他开心地和大家大合唱 完全忘记自己腰背的伤 以及不能久战的衣柱 对此他笑笑说 体会到健康的重要 感谢大家关心 医生有叮嘱多休息 慢慢会康复的 本来 翁立友的身体并没有恢复 但一想到 要为弱势儿童发声 翁立友不忍临时拒绝 也有感而发地说 心情很沉重 父母亲是小孩无法选择的 小孩是无辜的 因为生活的压力等因素 就把孩子当出气筒 优小的心灵创伤是一辈子的 很难愈合的 至于粉丝们最关心的新专辑进度 他也透露 因疫情空出许多时间 脑中冒出很多灵感 请大家拭目以待 这一段期间 他身居简出 宅在家里陪年迈的父母 偶尔会带妈妈出门采买 其他时间几乎都在家 珍惜着和家人相聚的机会 他笑说 这几年妈妈不再催促我结婚 反而让我开始着急 希望可以遇到好姻缘 有洁癖的翁立友自称家政夫 待在家就喜欢大扫除 一开始拖地时 容易这里痛那里痛 但渐渐习惯起床后就打扫整理 现在的他一天没做就浑身不对劲 丝毫地表示 打扫还能解决偶尔失眠的困扰 两体重还瘦了三公斤 其实汪立友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出道二十多年来 鲜少有负面消息 他出生在清贫的家庭 七岁就得做手工补贴家用 父母为了北上挣钱 将他送到彰化外婆家 虽然外公外婆给了满满的爱 但少了双亲的关怀 还是影响到翁立友的性格 自小就郁郁寡欢 沉默少言 直到年高二时 不经意地在KTV唱歌 被同侪发现有副好嗓音 推派参加校园歌唱比赛 一举夺冠 翁爸爸为了让儿子更上一层楼 帮他报名歌唱训练班 每天受训八个小时 悄悄开启翁立友的歌唱生涯 1995年5月 翁立友以本名参加三立卫视 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 设清组比赛 未免时官即败下阵来 观众不舍要求再给他机会 唱片公司有1000元 却因他要当兵而暂时搁置 1997年退伍后 他在大棋唱片旗下艺人的 合唱经典曲专辑出世提升 一年自取一名翁立友 推出首张个人专辑 专辑中还与于天和陈亚兰对唱 宣传期间 于天更陪他一起跑宣传 但首张专辑并为受到青睐 于是翁立友为了生计 只好先放下梦想 转行卖大闸蟹 靠证照销售保险 当时穷到一餐只能吃一颗 七块茶叶蛋舔肚子 长期低潮失智的情况下 翁立友越来越沉沦 七年都过着买醉焦愁的日子 把自己搞得不成人样 直到某一天深夜回到家 看到妈妈躺在沙发上等他回来 还准备低险汤帮忙补身体 看到这一幕 翁立友忽然听到有个声音在骂他 你现在在干嘛 瞬间感到惭愧与自责 认为自己太不孝 从此之后大梦初醒 继续在歌唱领域奋斗 上天不负苦心人 在2003年翁立友遇到贵人蔡小虎 对于他的声音颇感兴趣 本想直接签下他当艺人 但后来还是决定把他推荐给豪记唱片 2005年 翁立友在豪记唱片发行的首张专辑 妈妈的背影里 以坚持送行等曲 奏红大街小巷 时至今日 这些歌仍在台语歌坛传唱度极高 他也因此成为红遍大街小巷的知名台语歌手 2009年 翁立友以刑棋专辑 获得第二十届金曲奖 最佳台语男歌手奖 事业发达后 翁立友不忘奉献社会 曾捐出420万元帮助流浪动物 一直给人不错的印象 但是在娱乐圈这个大染缸发展 就像是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适些 2021年年初 翁立友便深陷一则丑闻 这一件事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 也使他多年来建立的形象蒙上阴影 2021年1月 鸡排妹郑嘉纯向媒体爆料 自己在参与尾牙主持时 厂商老板不但开低级玩笑 翁立友还趁机席臀 此言一处全体哗然 据悉 鸡排妹郑嘉纯是初代网络红人 他因为给鸡排店拍摄性感宣传照 而爆红网络 天使面孔和魔鬼身材的完美组合 让郑嘉纯得以顺利进入娱乐圈发展 后来郑嘉纯因时常输出呛辣言论及行为 且穿着大胆 常常得罪别人 成为极具话题性的一人 郑嘉纯发出这则爆料之后 关于两人之间的丑闻 久久不能平息 于是翁立友不得已 站出来召开了记者会 并且在记者会上发声 他先是对自己占用公共资源 向所有记者表示抱歉 还表示 这则绯闻对自己的名誉损害很大 自己的老母亲因为这件事情 每天以泪洗面 他原本指望着亲者自亲 没想到事情居然越演越烈 他再次强调 相信法网会晖 疏而不漏 更搞笑的是 当鸡排妹得知 翁立友召开记者会之后 他也立刻赶到现场 不过工作人员阻止他入内 将其揽在门外 记者会当天 翁立友穿着一身白衣 黑裤戴着口罩 一路双手合十走进会场 由唱片公司开场后 才缓缓拿下口罩 他说 大家好 很抱歉 让大家担心了 这一段时间的纷纷扰扰 我不是躲起来 我只是很无奈的 很无奈的在思考着 我本来想说 谣言他会止于智者 但是这个想法 天不从人愿 没办法 没想到 没办法满足大家的认知跟需求 对于鸡排妹的指控 翁立友所属的豪迹唱片 稍早发生表明 表示翁立友相当尊重异性演出者 舞台效果都是要让演出更为生动活泼 并再次强调 翁立友自出道后 洁身自爱 尊重女性 目前已委托事务所在做搜证的阶段 进入法律程序 是非黑白一定会分晓 翁立友这些年来一直都是孤身艺人 他曾回忆高中的情色恋情 女友希望能早一点和他结婚 但当时他觉得事业都还没有开始 没有能力去承诺幸福 委婉拒绝了女友的期待 之后两人渐行渐远 逐渐分开 事业上获得肯定后 年过四十的他 常被妈妈催促着赶快结婚 虽然已渴望恋爱 但因为长期都在进行商演活动 工作满档没时间 不过他前几年 被发现与诸葛亮的女儿 谢金晏的妹妹谢金晶 一同现身影城 二人一路有说有笑 互动暧昧 谢金晶与翁立友 同属同间唱片公司 被问到与南方的关系 他透过唱片公司表示 看电影是他偷偷地买号票 主动邀请南方 想谢谢他平时的照顾 也暧昧地透露 他就像大哥哥 未来会怎样谁都不知道 翁立友则是认为 谢金晶是个可爱懂事的女孩子 对于妈妈是否中意女方 她笑着以哈哈两次回应 没有正面回答 而据唱片公司员工透露 她与女方平时互动 就已经非常良好 时常互相打闹 就像恋人般相处 恋情似乎真有迹可循 之后 翁立友和谢金晶两人 还有过几次合作 拍照片还被粉丝误会 是结婚照 不过越传越坦荡 他俩大方同台不避嫌 一直是好友 而这样的新闻 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翁立友在2012年的时候 就传出和黄思廷的绯闻 因为两人认识多年 都是单身 也都是唱台语歌 所以常常被歌迷凑成一对 甚至有人送上红包 指明参加两人的婚礼 黄思廷表示 因为两人太常被误会 他干脆跟翁立友说 若两年后男未婚女未嫁 就考虑跟他结婚 但他很不给面子 回答的口气很不情愿 让他忍不住 嚼称抗议 不过 现实就是 都没有结婚生子 2019年 他曾说看见身边同龄好友 都结婚生子了 心态有了变化 开始努力想要脱单 但没碰到对的人 渐渐地 他已经看淡了 不再强求感情 只想一个人过日子 看来 翁立友的婚姻之路 也是颇为坎坷 希望他早日找到 心爱的女孩 共主哀潮 翁立友 1975年5月9日 出生于彰化 2003年 在歌唱大赛里 一盏歌喉 而受到蔡小虎的 大力推荐加入公司 并在公司的安排下 和龙亲玉对唱 今年冬天特别冷 而逐渐受到歌迷的注意 2009年 获得第20届金曲奖 最佳台语男歌手奖 出道多年的翁立友 嫌少有负面消息 一直给人不错的印象 不过他的一生 也并非一帆风顺 那么 他到底有着什么故事呢 今天便给大家分享 台语歌王翁立友的故事 时隔多年 台语歌王翁立友 重返歌坛 这次为了给歌迷惊喜 首次挑战电音舞曲 近来常常跑宣传的他 4月10日更是罕见 开直播与歌迷互动 但过程中只见 左眼和脸部不时抽动 让粉丝担忧 是否健康亮起红灯 对此 他也直接公开罹患的症状 原来他自小就有肝眼症 而且是天生的 十几岁时到彰化的眼科就医 当时他询问医师 是否有办法改善 没想到 医师一句你这是绝症 让他吓傻 这也导致他常年都得准备 人工泪液和眼药水 不能太过疲惫 今年 翁立友迎来47岁生日 他在社交平台上曝光生日愿望 许愿瘟疫快快退散 还给我们过去安居乐业的 日常生活 唱片公司豪记透露 因为先前演集的报道 还有厂商找上翁立友代言 称目前有三 四间厂商送保健食品 给他试用 甚至有很多歌迷提供片方给他 让翁立友倍感温暖 他也强调自己会多多休息 随时注意眼睛的状况 由于近来瘟疫的持续 翁立友提及有不少安排好的活动 都因此延后或取消 让他无奈表示日子过得比以往艰辛 但也希望经过这次瘟疫 能让大家有所启发 像是赚的钱要好好存下来使用 毕竟天有不测风云 至于歌迷期待许久的演唱会 他去年46岁生日时 公司曾透露正在申请小巨蛋的档期 预计其可能再次攻蛋 当时他开心地表示 很期待再次迎接挑战 也对粉丝感到抱歉 这一等就是四年之久 不过如今瘟疫持续不断 他表示得等瘟疫趋缓再办 毕竟还是要顾及所有人的健康 去年 翁立友和龙千玉 孔鏘 孟静儿等好友 一起为公益发声开唱 前往高雄出席台湾爱与希望国际关怀协会爱心晚会 参加义卖募款 然而 龙千玉却十分心疼 透露好友翁立友其实是带商唱歌 敬业精神让人非常佩服 据At Today 报道 翁立友在台上带来一连串经典歌曲 坚持我问天 还让粉丝朋友点歌 继续现场黄昏的故乡及手中情 太久没见到粉丝们的他 开心地与大家合唱 完全忘记自己腰部 对部的伤 以及不能久战的衣嘱 对此他笑笑说 体会到健康的重要 感谢大家关心 医生有叮嘱多休息 慢慢会贪富的 原来 翁立友之前和朋友一起登山时 因为道路太滑 不慎跌倒 由于伤及对部和腰部 连上下床都举步维艰 也无法久战 但一想到 要为弱势儿童发声 翁立友不忍临时拒绝 也有感而发说 心情很沉重 父母亲是小孩无法选择的 小孩是无辜的 因为生活压力等因素 就把孩子当出气筒 幼小的心灵创伤 是一辈子的 很难愈合的 翁立友出生于台北新庄 小时候 父母生意失败 他被寄养在彰化县绣水乡 与外公 外婆一起生活 翁立友儿时 与母亲感情较好 与父亲则较疏离 母亲发现 他有音乐天分享 给予更多培养 但由于经济的原因 只好放弃 当时翁立友要帮助 父母负担家里的生计 而他也在隔代教育下 变得郁郁寡欢 沉默少言 之后他跟随父母 搬到彰化市 国中毕业后 翁立友白天 在旅门窗工厂上班 晚上就读于彰化师范大学 并担任乐队指挥 高二时 他在同学庆生会上 展现出好歌喉 于是参加校内歌唱比赛 夺得第一名 父亲也看出了 儿子的歌唱天分 于是帮他报名 歌唱训练班 每天受训八个小时 悄悄开启了翁立友的歌唱生涯 1995年5月 翁立友参加三立卫视 21世纪新人歌唱台航榜 摄清组比赛 未免时关后竟然败阵下来 观众不忍心他离开 于是要求再给他机会 这也让唱片公司有意签约 但却因他要当兵而暂时搁置 1997年退伍后 翁立友在大旗唱片旗下艺人合唱经典曲专辑中出示提升 第二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 专辑中还有与于天和陈亚兰对唱 宣传期间于天更陪他一起跑宣传 但首张专辑并未受到青睐 为了生计翁立友只好先放下梦想 转行卖大闸蟹 销售保险 当时穷到一餐只能吃一个七块的茶叶淡果腹 长期低潮失智的情况下 翁立友越来越沉沦 七年都过着戒酒消愁的日子 把自己搞得不成人样 直到某天深夜回到家 看到妈妈躺在沙发上等他回来 还准备海鲜汤帮他补身体 看到这一幕 翁立友忽然听到有个声音在骂他 你现在在干嘛 瞬间感到惭愧与自责 认为自己太不孝 从此之后大梦初醒 继续在歌唱领域奋斗 上天不负苦心人 2003年 蔡小虎偶然听到翁立友上歌唱节目 对于她的声音颇感兴趣 本想直接签下她当艺人 但后来还是决定 把她推荐给豪记唱片 2005年 翁立友在豪记唱片发行的首张专辑 妈妈的背影里 以坚持送行等曲 走红大街小巷 时至今日 在台语歌坛传唱度极高 2009年 翁立友以行旗 专辑 获得第二十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 今年47岁的翁立友 已单身多年 直呼 不敢算了 度日如年 现在对于爱情也看很淡 她感叹过去 总是把工作放第一 以前忙到都忘了自己几岁 加上她自认在试婚年龄30岁时不红 经济状况不稳定 没想过要恋爱 结婚 直到现今演艺事业 有成绩 却又遇不到有感觉 适合的对象 她近年来 看到身边朋友 亲人迈入婚姻 生子 加上弟弟也生小孩了 让喜欢跟小朋友相处的她 笑说 可以未婚生子 婚礼不要办也可以 她过去认为自己是公众人物 外界很关注恋情 感情公开就等于分开 不过现心态已改变 她时常提醒自己 要对异性敢开口 她也坦言 现在有点年纪了不太敢 真的要勇敢一点 大方一点 等我好消息 她也透露瘟疫期间 她身居简出 更多的是宅在家里 陪年迈的父母 偶尔会带妈妈出门购物 其他时间几乎都在家 珍惜和家人相聚的机会 她笑说 这几年妈妈不再催促我结婚 反而让我开始着急 希望可以遇到好姻缘 婚礼友从出道以来 嫌少有负面消息 此前却被鸡排妹 郑家传指控 趁着尾牙 联手公司老板 对她进行骚扰 不止伸手碰触女方 还脱口说出 一定要为你开公司 一暗示之后 要继续吃豆腐 引发轩然大波 对此翁立友发布声明 强调 截身自爱是我的信念 保护女性 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支持鸡排妹提告 让人物理看花 虽然还不能断定事实 但这次事件的确影响到 翁立友的优质形象 翁立友 已是台语歌手界的天王 也得到过金曲奖肯定 年纪不小的他 虽然渴望恋爱 但因为长期都在进行商演活动 工作满到没有时间谈恋爱 不过 他之前曾被发现 与诸葛亮的女儿 谢金燕的妹妹谢金金 一同现身影城 二人一路有说有笑 关系互动暧昧 据《苹果日报》报道 翁立友那日 身穿运动外套 长裤 戴着眼镜打扮 朴素的现身 细意微秀影城 身旁则跟着长发飘逸的谢金金 二人一路上向谈甚欢 互动自然 散场后 他也耐心地等对方上厕所 就算已经看完了电影 也没有立刻回家 而是在附近散步聊天 互动就像感情 正在萌芽的小两口 谢金金是翁立友的师妹 他随后也被问到 与翁立友的关系 他通过唱片公司表示 看电影 是他偷偷地买好票 主动邀请翁立友 想谢谢他平时的照顾 也暧昧地透露 他就像大哥哥 未来会怎样 谁都不知道 言语有所保留 并没有把话说死 翁立友则是认为 谢金金是个可爱 懂事的女孩子 对于妈妈是否 重义女方 则笑着以哈哈二字回应 并没有正面回答 而据唱片公司的员工透露 翁立友与女方平时互动 就已经非常亲密 时常互相打闹 就像恋人般相处 恋情似乎真有迹象可循 这种亲密无间的女性好友 除了谢金金 翁立友身边还有一位 她就是黄思廷 2011年 当时已创立24年的豪记唱片 宣布成立经济部 12位艺人包括台语金曲歌王 翁立友 黄思廷 李明阳 林良欢 许致豪 陈思安 陈隋毅 张荣荣 蔡乙德 唐立 吴俊宏 林山 以婚纱照亮相 加入豪记经济部 其中同名又单身的翁立友和黄思廷 现场直被大家起哄点缘央谱 加入豪记 翁立友表示 我相信只要团结 一定能重置成成 对问有没有信心 再问顶金曲讲 翁立友表示 要看老天爷怎么安排了 之后工作还要规划个人演唱会 也欢迎戏剧 主持的工作找上门来 而黄思廷记之前 在翁立友 求签 专辑的 Emily 亲着你中再次披婚纱 同名又单身的两人 被同门起哄 在一起 没想到黄思廷被经济部交付重任 要使尽吃奶的力气抱起翁立友 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黄思廷笑说 最近好多人把我们凑在一起 我也曾经很谨慎地考虑过这个问题 立友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有时候好像快要有来电的感觉 但是想到他是那么小气的铁公鸡 就马上断讯 翁立友则笑薄 有剪裁有底 后来由于太常被误会 黄思廷干脆跟翁立友说 若以后男未婚 女未嫁就考虑跟他结婚 但他很不给面子 回答的口气很不情愿 让他忍不住娇称抗议 翁立友随即正色地表示 两人是很好的朋友 也祝福黄思廷以后能有好成绩 这也打破了粉丝对他们的幻想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 翁立友一直以正直善良的形象生活着 几乎没有负面的新闻 这真是十分难得 衷心地祝福他今后身体健康 早日找到真正的爱情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